先说结论 这个叶凯500度的价格 除非你是为了共鸣阳台之前的卡卡西 要不然大可不必 今天跟各位一起看的 是由《阳台客家》预定 十年百忍工作出品 火影忍者叶凯 手帮高度在27厘米左右 先来看明雕 这张脸的还原度倒是还可以 氛围感也到位了 就是嘴上两个烟雾实在太厚重了 竟然叼着两个东西一样 还有美美出那黄色涂装我不太理解 做工上没问题 但是审美上嘛 我真的不太喜欢 头发的月度不高 上面还有层油亮的处理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余为之 反正这种油光 会显得这个头发会有点糊 发烧这火焰的颜色界面 倒是挺好看的 在身体方面 肤色有点发粉发浅了 我觉得肤色如果再重一点 或者深一点的话 应该会更好看 还有血管中流的这个金漆 我觉得这个颜色可以再斟酌一下 整个皮肤都是比较平滑 骗二位处理的 基本上没有什么肌理细菌 这本身没问题 但你裤子上又给了纹理 这啥意思 上下又很不匹配 因为这种纹理效果 这个裤子的真实感还挺强的 再加上这个肌肉的轮廓和阴影处理 这个裤子的三维效果是真的挺好的 不过到了脚踝的这个位置 又是平滑滑滑的一片 我真觉得 二维转三维就统一一下就好了 就是一会儿二维的感觉 一会儿三维的感觉 我个人真的觉得不是很舒服 比例方面我说一下 虽然这不是什么问题 但很多兄弟们对比例没什么概念 这是1比9的比例 比眼镜场YS系列的手办还要小一圈 所以需要共同的兄弟们需要考虑一下 这个一台山上特效件 真是本作中最大的亮面 真的是非常透很漂亮 而且由红到黄这个颜色界面 过度于很自然 真的很好看 但是就只限于身上的特效件 像地台这个就很乌了 通通如差很多 表面上还有乌蒙蒙的感觉 里面还有一些杂质 这个明明是一款真没 为什么两个特色要差这么多呀 来兄弟们 这么一对比尤为明显 地台的颜时处理也是真的不达地 油乎乎的 显得非常肉 这种操作 颜时质感很难体现出来 就单纯的把它当个支架吧 最后在设计上 我有点小见解 像左边飘出特效件 和右边飘出的 它不是一个东西 所以左右一顿称 就有种念念感 显得特效件有点乱 这个颜看 我自己不喜欢的地方还挺多的 就像视频开始说的 要是跟阳台之前的卡卡西 共鸣的话 倒是还可以 单入的话 真的没什么必要 最后感谢你的时间 我们下个视频见